从一楼到四楼慢慢走到家门 年过六许的王先生 这时候已经有点喘了 年轻时天天爬楼梯不是问题 但现在开始担心膝盖受不了 更怕老了以后走不动 即便是二楼他都爬不动 更何况说他的儿子背着他 也是爬不动的 我们都是会老的 所以我们要为未来 跟现在的老人一做准备 一二三四 有这样担忧的还有李先生 其实出头身体很硬朗 但是楼上住户已经高龄九十几岁 爬楼梯成为负担 不想望梯心探 于是几位邻居决定家装电梯 我活长一点八十 你说会和七十一样吗 不可能吗 男生来讲我最年轻 一楼都说他没有问题 盖叫我们盖 那真的是遇到好邻居 对啊 所以我们就等于 五家都很好沟通 五楼他们有一个老街 已经九十几岁了 他希望赶快弄好 对 因为他说如果用都更他会住不到 双北市现存屋林超过三十年以上的老房子 就超过了一百四十八万户 如果房子要改建完工的话 台北市需要花上三百八十年 新北市则要花上一千一百三十三年 至于要如何加速都市更新呢 双北市政府都在想办法 对换不了房的长者来说 家装电梯无疑是一大帮助 不仅让居住环境变得更友善 也能延长原建筑的使用寿命 但安装电梯动辄好几百万 双北市政府因此推出方案 分别补助最高三百万三百六十万元 而我们访问到的两例个案 除了基地条件评估可行 也获得低楼层住户的同意 因此一个完工两年 一个即将动工 但不是人人都这么幸运 政策电梯都是在没有办法 重新改造的这样的一个 不得已中的得已而已 一个改善结构体不安全的问题 一个是改善这个 出上下不方便的电梯的问题 可能还是走向度跟改建 会是一个比较有效 比较好的方法 虽然政府有补助成为民众申请诱因 但政策实施至今 台北完工四十四例 新北十四案 很多时候就卡在一楼住户 加盖为鉴 要装电梯不愿拆除 因此反对 一楼层住户使用几率低 不想分摊 或是流程走到协商费用比例时 依见整合困难 还有白户社区大楼 若只有一栋想加装电梯 食人却需要一百人同意 只好放弃 整合到警罩到施工完成 大概一两年就完成了 当然相对的话 在时间效率程序等等的 都会比较快 我们讲的三明治世代这一种 就是上游钢长下游七小 这种生活的模式 其实他们对于电梯的需求度 就当然跟那个强烈感会比较多了 许多长者担心老化速度 比不上都跟进度 增建电梯减轻上下楼负担 不想困居老宅 能活就要动才能健康老化 东森新闻王国林叶婷 在台北什么的